去年受到泥沙颱风影响 暖暖区281向发生山壁土石崩落 土石泥流灌入民宅里面 目前仍然持续进行附建工程 不间断到场关心附建工程进度的 基隆市议员李敏勋和暖暖里长陈建新 希望市政府相关单位在施作工程时 能够随时和他们保持沟通联系 也让受灾户及附近居民能够安心 包含后续的这个自灾的报告书 请采发出务必要赶紧在今年以前 把它做一个完成 那目前大概的进度是 这个公务处在昨天礼拜一有进场 就端午年假结束之后 有进场来施作这个清理土石 跟这个整个泄水的这个工程的工作 那预计大概是10天左右 那应该会到下礼拜之前 下礼拜五之前会全速完成 那包含这个土石 土石的清运跟这个泄水的这个工程 那后续的这个自灾报告书 那以及跟我们这个地主跟住户之间 这个协调会议呢 我们还是会要求市政府要来办理 那因为后续 当然还会有产权 还会有这个 呃之前的这个损失 还有这个未来这个山坡地的这个安全性 必须要离心的地方呢 我们还是会请市府来督促 那未来我跟这个陈建兴里长 我们都会持续关心 那也请是 这边的市民朋友放心 我们会持续关注 党土墙那边 那个排水问题 啊前后排 然后市长有担任那个 市府 呃单位要来会堪 啊会堪没有错 啊为什么那那边没有先坐 现在临时跑到这边坐 我是产生很大的怀疑而已啦 啊希望说我们市府团队 尽量把那边的水沟 清理干净 现在市民最关心就是那个水沟问题 因为一大水来的时候那个水排不掉 会往他们下面那四五集 包含刚才那个里长所讲的后方当土墙的部分的泄水 那我们跟市政府来做监督 那市政府其实也有一点 就是他在做这个工程之前 其实都没有先知会当地的明代跟里长 然后甚至连住户 连当地区公所都不知道 这一点我们也会再跟这个市府做一个沟通 也会督促他说 务必要在失作任何工程之前 一定要先通知 在地的这些明代跟里长还有区公所 让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工程的进行的进度 跟这个骑程 那民众都在询问我们当中 我们也可以跟民众来做一个报告跟告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